後面的可以往那邊 旁邊一點 等下 我簡直無法相信 已經過了五年了 我的內心還是感到非常的空虛 五年我最後一次笑的時候 都已經不記得了 我早想到 當時在手術台上的口不緊張 我覺得我心裡緊張的愛 就這樣子一片一片的被撕碎了 我覺得我晚了 我的人生真的晚了 李李 你有跟別人說過你的感受嗎 有誰會在乎 有誰會聽我說 我沒有一個朋友能夠明白 他們都不覺得我這樣子做有錯 我更不可能去跟我的家人說 如果讓我媽媽知道的話 她一定會很難過 她一定會討厭我的 我最糟糕的是 她一輩子都不會原諒我 我的天啊 我連我自己都沒有辦法原諒我 我已經讓她很失望了 如果再讓她知道這件事的話 我可以感受你的無助和負擔 你應該把這一切攔在自己身上 我很高興你願意和分享這些 但是 我覺得你需要讓其他事情經歷你的生命 來幫助你度過這個難關 這都不受難 你們最近在教會徒聖經 我覺得裡面有一些話可以給你一些安慰 我們如果相信耶穌是神來的 祂是我們和神之間的橋樑 祂為我們的罪釘死在十字架上 又死裡復活生天 現在在至高神寶座的右邊 那麼就要持續的相信到底 耶穌非常非常了解 我們被罪惡、誘惑、捆綁 並且走不出來的痛苦 因為她也曾經承受過這一切 只是她沒有罪 所以我們只要勇敢的來到耶穌的面前 向她誠實的說出心中的痛苦、掙扎、無助 她一定會成為你生命中最大的依靠和幫助 這幫助教會嗎? 有一次是說 我不僅對不起了生我愛我的媽媽 我還對不起了神 是的 你廢棄了神 但事實是 你看神為你所做的 祂並沒有要你在人生中盡善盡以後 然後去到祂身邊 相反的 他看耶穌到你的身邊 耶穌離開了祂的王位 離開了美麗的天堂 然後到了我們的世界 耶穌成了英海的樣式 過了一段完美的人生 然後為你死在死的架上 但是我仍然還是覺得很罪惡啊 為什麼祂要愛我 為什麼祂要原諒我 為什麼祂要救我脫離這一切的苦去 我是這樣子的殘酷不堪 我甚至沒有為祂做過什麼好事 我是多麼想從這事被這樣消失而去 你知道嗎? 我心裡的最惡正義步步的提示 很清楚耶穌要救你 祂要救你脫離這一切 祂要帶你進入祂的光明國度 祂要用祂的恩典來保護你 祂要用祂的愛來圍繞你 祂要給你平安 祂要給你喜樂 祂要承擔你一切的痛苦懊惱憾自己 祂要承擔你一切的痛苦懊惱憾自己 祂為什麼要原諒我? 祂的愛可以包容你一切的過錯 祂愛你 祂願意保護你 祂要使你成為聖節沒有瑕疵 沒有人能在指責你 論斷你甚至控告你 因為耶穌已經為你承擔了這一切 你先唯一要做的 就是在耶穌基督裡誠實地虐待自己 並且祈求祂的原諒 如果耶穌真的像你說的這樣 祂真的可以這樣 那我想我需要祂 我想要祂 祂確實是這樣 祂對我做得多想像的多 如果我願意選擇祂 祂會對我不一樣的事 你已經準備好嗎? 你已經準備好要跟耶穌說話 還有其他經驗你的生命了嗎? 是的 你願意幫助我嗎? 當然這是我遊戲 各位朋友 這個在場到這裡結束 我們